Purl Trooper 介紹這個Purl Trooper 幸好剛剛那天推出 讓我見到它 就買到 當然 奧比兵真的 大家講回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稱讚的 到劇集 那 大產品裡面 真的有一個 我跟德哥同意 有一個比較 有些盼望的 壞蛋 壞蛋兵出現了 就是Purl Trooper 是Phase 2的Purl Trooper 我講到它是Phase 2的Armor 換句話 它是不是暗示是 Krone的Phase 2呢 還是第二種Phase 2呢 我也不清楚 這個Purl Trooper 之前出了另外的Purl Trooper 就是Krone的Purl Trooper 跟這個有些不同 這個就是奧比溫的 第四集 奧比溫 第四集 第四集之前 第四集之前的情景 這個六串 鞋子堡 我就這樣講 都是一般的 他們最近兩三年的制式 我叫第二代白兵的建構 其實他的身體裡面 是有兩重的 就是你免現層 規格一層 他的身體裡面 是再有一個部件的 當然他未必是完全是 可以拆開 但是基本上可以兩件做 然後就凹下去 其實造型上做得好很多的 你會看到肩膀這些位置 他都可以向前咬 其實如果以 就是 鞋子堡那些產品的歷史 這個已經是近年的一個 比較新的 可以看到 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對 對 很明顯的 對 這個肩膀 通常是我們分官街的 這個就比較做得遠一點 其實不錯 這個樣子就是新樣子 我從來沒有做過 這個Pershipper的樣子 有一些Dark Vader的影子 你留意他的頭盔 那個背部 是不是有點像Dark Vader 那個頭盔 其實細節呢 其實就像一些 現在很多像一些 我們叫做 Fans Fans Based 或者Fans Created 設計的造型 是越來越像的 星戰的世界裡面 越來越多一些 大家Fans很喜歡見到的東西 他都帶給你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突破位 來的 在外國呢 還有可能香港 都流行一些 關於Chrome Wall的Custom 無論是 Repica 即是一個 伏克的電影配件 道具 或者是公仔 都很多師兄底 在玩這些 改裝的 通常呢 其實Dark Vader 都是出了一陣 但這些角色 就會受歡迎 沒有特別的 這個其實 由頭到腳 我覺得都是全身的 頭身 膊頭身 背囊也是身 槍也是 我都沒見過 連腰帶的部分 都是蠻複雜的 配得上一個 叫做 帶著一班 流羅把兵的 高級小小的散製 但都是兩秒鐘 都是兩秒鐘 被KO的那些人 嗯 還有他有一個 對啦 很多是叫做 散兵啊 高級的 Commander 都有一個布袍 那我覺得是不錯 因為其實呢 你發覺你拿開了 其實好像 削一點的 不知道為什麼 加了一個布袍呢 好像是好看一點的 好像是高級了 高級一點 對啦 形仔一點 好 沒錯 好了 這裡呢 介紹到這裡了